維港今晚有河水煙花回演 不少市民下午已經到維港兩岸 穩定有你的位置欣賞煙花 同時賴榮保現在就在尖沙咀的海旁 榮保,你那裡多不多人嗎? 方法,其實我們現在在文化中心這裡 雖然煙花在8時才正式開始 但已經有不少人聚集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看現場的情況 其實已經有不少市民聚集在文化中心 海濱長廊這裡 打算欣賞等待8時的煙花回演 雖然現在是落樹無無細雨 有些市民只得擔著遮 但是不少市民都說不擔心會突濕 也不擔心會凍 都是為了等今晚提煙花 甚至有些市民更早在2時和3時 已經來到文化中心這裡 他們都說不怕悶 就帶上書來打發時間 今天是大年初二 雖然整日天文台都發出寒冷天氣警告 但仍然無減市民看煙花的興致 不少的攝影法蕭友 一早就來到文化中心海濱長廊這裡 架起腳架和攝影機 準備捕捉煙花最美的一幕 有市民表示 雖然煙花在8時才正式開始 但為了佔到有利的位置 即使天氣再冷些 都要早些來爆位 兩點多鐘 這麼早? 不過已經這麼晚了 現在沒有位置了 現在爆光了 爆光了 有學生亦早在3點鐘來爆位 還帶乾糧和書來打發時間 問一下書 帶快些東西來吧 帶些甚麼來 帶些筆記 找書吧 連連煙花都吸引不少的外國遊客來看 今年亦都不例外 有外國遊客就專程來香港觀賞煙花 但就不擔心晚上下雨會影響煙花效果 晚上的煙花將會由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贊助 一共分10幕 全程歷時23分鐘 跟黃年不同 今年不單止會有色彩繽紛的煙花 還首次有煙花在水底發放 非常特別 今晚的煙花一共會發放16000多枚 大部分顏色都非常色彩斑斑 除了有色彩斑斑的煙花之外 亦都有罕見的白色的煙花 還有有水底的煙花 而在最後的30秒 還會有一個叫做 禮炮的煙花 還有金銀碎片的煙花 相信到時的場面會非常震撼的 我在報導是這麼多 交給許芳輝 謝謝 榮寶 而天問題就說 今晚天氣會轉冷以及有雨 但並不會影響到市民 蠻欣賞煙花會演 今晚的天氣主要是多雲的 甚至乎有一兩陣的微雨 不過我們相信雨不會大 也不會太頻密 應該不影響今晚放煙花的會演 市民應該可以看到挺漂亮的煙花的 天文代友說今晚煙花會演期間 預計室外的溫度會低於10度 提醒市民要穿多點衣服 以免在嚴寒之下體溫過低 今天是大年初二車工彈 早上開始有市民到車工廟祈福 鄉議局和沙田鄉事委員會 就分別為本港經濟和沙田 求到中籤和上籤 相信本港今年的經濟會有不錯的表現 陳寶寶說一下 武龍武師慶祝車駕彈 在沙田民政事務專員陪同下 鄉議局主席劉王發為香港經濟求籤 劉王發主席求的是76號村 是中村 央簽來講應該是不錯的 今年來講為甚麼呢 雖然來說是反覆一些 但麥美金蘭傑而高 香港人來講應該更加團結 同心合力 對香港來講是有信心 上古守名 金頌尼郎 空不見舊同袍 不要那些已經過了 劉王發說求到這一支籤算是有交代 大家都鬆啦 是吧 就是沒有那麼多壓力 沙田的地運就求到上籤 有解籤先生說 沙田這一支籤代表惡運過去 但香港經濟那支不是最好 那個經濟環境波弄得很大的 因為那些籤的波弄性很大 譬如說經濟啊 股票市場啊 或者地產行業都是 車工廟吸引了不少善信 到廟內祈福 右轉風車打鼓 希望今年行好運 一個家庭求到六支上籤 他們希望全港都這麼好景 附近賣風車的檔位就說 雖然香港經濟環境轉好 市民買東西都沒有說的 不過他們都會選一些價錢較便宜的風車來買 所以對生意沒有這麼大期望 亞洲民視記者陳寶寶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 邀請傳媒參觀他的官邸 又向市民拜年 希望百業興旺 全民就業 梁晶文報道 唐英年邀請傳媒參觀他的官邸 他說官邸已經完成大部分的裝修 並且和太太一起見傳媒 唐英年向市民拜年 他說最大的新年願望 是可以解決財赤 公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百業興旺 全民就業 你自己有什麼新年願望 我自己希望財赤無憂 就百業興旺 因為百業興旺 我相信對我財赤的工作 就會得好些 另外我工作的壓力 也會得輕鬆一些 唐英年說 相信通宿問題 可以在今年內解決 但強調 香港仍然面對很多挑戰 以總的經濟情況來說 我都審慎樂觀 因為一方面 現在世界外圍經濟是相當不錯 另一方面 我們香港現在現時 仍然有很多挑戰 但是我們香港人 是努力不懈 我相信一定能夠克服這些困難 他又說大嶼山的旅遊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但是擔心 會加重青馬大橋的交通負荷 正是考慮 繼青馬大橋 和港珠澳大橋之後 再興建第三條大橋 貫通大嶼山的交通 亞洲電視記者梁正文不斗 而港今晚會有河水煙花會演 我們現在再和你沾沙桌海旁的賴冰寶 談一下 冰寶你那裏是否越夜越多人 是的芳暉 現在已經是越來越多人 聚集在文化中心 這個海賓長廊附近一帶 是打算欣賞今晚的維港煙花會演 可以見到雖然現在下著無無細雨 但仍然是無阻市民欣賞煙花的慶祝 其實為了配合今晚的農曆新年煙花會演 當局將會在中環、灣仔和尖沙桌一帶 實施多項的臨時特別的交通和運輸重施 而多項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 亦都是加密班次 詳情由郭榮琴講一下 在灣仔至中環一帶的海旁 就會由晚上7點起分階段封路 而沾沙桌大部分道路 由5點起都會逐步封閉 至於交通工具方面 地鐵、西鐵、輕鐵、東鐵、電車和纜車 就會在6點至10點半加密班切 機場快線就除外 而九廣東鐵今晚就會繼續延長服務時間 到凌晨2點 在申巴方面就會加開特別路線15號X 方便由人前往山頂觀賞煙花 13和15號C位於天星碼頭的總站 就會由7點起臨時取消 港島的多條巴士路線也會加密班次 而多條的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也會改道行走 渡輪服務就會在煙花開始前的一個小時暫停 到大約9點恢復正常 運輸署呼籲市民應該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並且遵從警方的指示 亞洲電視記者一國泳琴報道 運輸署就呼籲 如果市民今晚會出外欣賞今晚的煙花會員 就要盡量乘搭交通工具 也需要隨時留意電台交通臨時安排的措施 並且預留多點時間 那我們的報導就這麼多 交給許芳輝